被警察抓包在车站外头抽烟 男子不愿配合 一只耍赖接着突然拿出美工刀攻击 远警来不及反应 当场中刀赶紧呼叫支援 施放在9号晚上7点多 新北市板桥车站北二门 幸好当时刚好海山分局侦察队 图信小队长和刑事局侦察证路过 飞门上前帮忙 嫌犯还激烈抵抗 那个制服远警就突然喊啊一声 我们现场看的话 这个制服远警应该是有被刀刺到 那当下我们过去现场的时候 然后地上已经有一些血迹 受伤的无姓远警二十五岁 警专甚至六期毕业 从警四年 毒品酒驾 绩效都是前段班 右胸深度三公分 左胸右手也有伤势 刀伤长达三十公分 紧急开刀缝合 他公警警察 然后警察就受伤 那个警察有想要反应 但是他你的武器 在一晚上就被刺 只是当时属于守望交通 稽查勤务 没有配枪只有警棍 虽然两人出勤 不过可以分开行动 另外一名同事在光华街 取缔违规停车 距离受伤远景一公里 对此板桥分局检讨警力配置 两人等一组 一人盘查 一人戒备 西行警棍防护型喷雾器 警靠等警用装备 符合本分局执行装备 西行规定 本分局立即调整 执行警力配置 为什么要用砍警察 45岁秋庆嫌犯 因为伤害罪 上个月底才被通缉 担心坐牢 竟然迟到砍警察 最佳一等 华视新闻照报道